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题目叫做国际层面的原因 前面我们讲到 就是造成明代或者清代 中国的统治者 这种天上大国的思想 是有着中国的 社会内部的 这种各种因素的这种影响 那么除了 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 造成明清统治者 这种天上大国思想的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国际上的原因 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了 就说中国的 封建统治者是宣传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那么这种思想 那么不但中国的 封建统治者这样说 这样去宣传 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 由于中国各个方面的先进 那么有一些外国 外国的人 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 那么也相信了这么一种说法 或者也承认了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有一些外国人 也自称自己是疑 或者是敌 那么这个最早 这个在隋书 隋朝 记隋朝的一个 隋朝时候的事情的一本书 叫隋书 隋书当中有一个倭国传 这《倭国传》这讲 说这个日本国 在隋朝曾经派使臣 到隋朝来 那么在日本国给隋 隋阳帝 一个表 相当于现在的国书 在这个表当中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日出出天子 就是太阳 出来的那个地方的天子 至日末出天子 就是太阳出来 这个地方的天子 给日落的 这个地方的天子的 这么一个表 有这么一段话 那么隋阳帝 对这个问题 就非常不满意 叫做懒之不悦 康之后就非常不高兴 那么隋阳帝 在第二年就派人去日本 就对日本进行责问 那么日本的国王 或者天皇当时讲 他说呢 我闻海西有大隋 我听说海的西边 就是那大海的 西边 有一个国家叫大隋 说礼义之国 是吧 故遣朝贡 因此我派人去朝贡 说我疑人 说我们是疑人 辟居海义 不闻礼义 我们这些疑人呢 是在海的这个边上 不懂得礼义 那么也说日本的当时的一些人 也把自己称作叫做疑人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东南亚地区的 原来属于这个清政府的 一个藩属国 是吧 他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是他们怎么样看待 自己的国家 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琉球 那么这个琉球国的国王 在这个康熙朝 那么曾经呢 给清政府 上了一个谢恩书 那么在这谢恩书当中 这琉球国王这讲 说我们这个国家呀 是个弹丸小国 辟居海域 我们国家很小 在海的这个边上 说是赶募黄恩已经在世 就是我们是吧 接受清政府的这种黄恩 已经是两代了 已经在世 就说呢 自己 作为清政府的藩属国 是吧 是什么呢 不特 臣守风帆之为荣 亦 亦是之为光也 就是我作为 大清王朝的 这个藩属国 我是感到非常光荣的 那么这是在这个 康熙22年 琉球国王 叫做上真 给清廷的一个谢恩书当中 讲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康熙58年 琉球国王 叫做上进 那么他写的一个 谢恩表 也是对清政府啊 表示感谢 在那个谢恩表中 他写的就更加的卑躬 或者更加的谦虚啊 更加这个恭敬 他首先讲 说这个大清朝皇帝 是道龙遥顺 德脉汤文 说大清皇帝啊 就像中国古代的遥和顺那样 是吧 那么有道德 有德行 那么像 商汤 周文王那样 是吧 很讲这个道德的 很 很仁义 那么接着他就表示 说自己呢 说陈 陈静 就是上静 陈 上静 就是 游秀国王 势守藩江 代共 供职 我呢 就是代替清政府 守卫着 是吧 这些藩属国 这些边疆地区 他感到很光荣 那么后边 有些这个话呀 讲的是很有文采的 那么都是仿照着 中国这种语言 按照这个中国人 那些写法 那么来表达自己 对清王朝 对清朝皇帝的 这种敬仰 这种这个 这个 服从 是吧 那么讲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 和龙章之远兮 教导生辉 目凤昭之追扬 单迎增色 对天使而久寇 望相决以三乎 那都是讲的 按照中国那种 那种标准的那种 表文的这种格式 这种语言 是吧 来表达对清政府的 这种 尊敬 对吧 这种服从 那么这是 琉球 那么再看 跟中国关系 比较密切的 这种宗藩 当时一个藩属国 越南 那么在这个 乾隆56年 当时的越南 还叫做安南 安南国的国王 叫做阮光平 他在觐见了 乾隆皇帝之后 那么他上了一个 戏恩表 表示感谢 说我见到了这个乾隆皇帝 能够得赌天眼 我这个接受了很多这个恩惠 是吧 乾隆皇帝对我很优待 非常感谢 是吧 讲这些之后 还讲什么呢 特别表示 说我们国家安南国 持土村民 我们的领土很小 人很少 持土村民 结大皇帝所赐 我们国家的土地人民 是你大清皇帝 你赐给我的 那么这个 加进七年 这个时候 这个越南国王 那么这时候 安南改成叫做越南 加进七年 越南国王 叫做阮福应 那么就请求清政府 对他进行册封 那么在请求册封的 这个表文当中 他在讲 他说自己啊 那么对于清皇朝 是非常的服从的 愿意做清皇朝的 这个范淑国 说呢 我派人去 要什么呢 要白 为天服侍之城 我要表白一下 我为天 是吧 要服从清皇朝的 这种诚心诚意 对吧 这是叫做 以白为天 服侍之城 那么希望清政府 能够什么呢 取垂枕固 赐以荣丰 你能够 是吧 理解我 是吧 能够垂爱我 给我一个封点 赐以荣丰 表示自己呢 要既先至 殿安南福 永保风帆 那么我永远 世世代代 也愿意做 清皇朝的 这个范淑国 那么这是当时啊 这个越南国 对于自己的国家 和清政府之间的 关系的一种认识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讲了这个 琉球 越南 我们再看看 其他的一些国家 像泰国呀 缅甸啊 等等 那么这个 缅甸的国王 那么在这个乾隆15年 那么给这个 乾隆皇帝的一个表文当中 他也讲 说什么呢 说这个盛朝统御中外 九伏成流 说大清朝啊 非常的这种强盛 是吧 那么这个很多国家呢 都 这个归顺于 臣服于这个清皇朝 他说呢 我们 这个也是这样 是吧 说我们呢 这个缅甸 尽在边疆 我们在中国 这个边疆地区 说我们国内呢 是河清海燕 务府民河 我们国家也很安定 说知中国 知有圣人 也说我们知道 中国有圣人 是吧 臣等愿冲外藩 我们愿意做 清皇朝的 在外边的一个藩属国 那么这是在这个清代啊 这个中期之前 是吧 鸦片战争之前 那么中国的一些藩属国 是吧 他们自认为自己 就是清政府的一个藩属国 而且以做清政府的藩属国 而感到 这种骄傲 是吧 感到是很幸运 那么后来 是吧 英国在1840年 对中国发动了战争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那么就是这样 到了19世纪 六七十年代 尽管这个时候 清政府 是吧 已经遭到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 尽管越南 已经沦为了 法国的殖民地 一个附属国 尼泊尔 也沦为了英国的附属国 那么但是 这个时候的 越南和尼泊尔 仍然 是吧 是把清王朝 看作是他的一个宗主国 这种宗华关系 没有完全断绝 那么甚至到了 这个1876年 那么1840年 爆发亚军战争 是吧 中国这种传统的政治体制 已经遭到了 一种很大的破坏 是吧 那么到了1876年 缅甸国的国王 仍然在向清政府 来上表 来打共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缅甸国王 给清政府的上的表文 这个原文 我们没有看到 是吧 但是呢 这个 印度之友 那么这个报纸 把这个表文 翻译成英文 那么我从英文 再翻译回来 从这个表文当中 我们还可以清楚的看到 就是当时这个缅甸国 是吧 还是把清政府 当做自己的翻译国家 以能够做清政府的 翻译国 而感到 一种 自豪 或者感到光荣 那么这里边 在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表文讲的 这个比较这个白话 那么在这 我简单把这意思说一下 他说 这个缅甸国王 叫做孟通 说我要把表文 敬成到大皇帝面前 说夏王 自己称自己是夏王 就是跟清朝皇帝相比 那么他的地位 是比较低下的 说夏王 是吧 讲了很多东西 说夏王呢 虽然呢 身在遥远荒凉的 缅甸为王 但是呢 莫不深深感怀 您天朝大国的 浩荡皇恩 是吧 说什么呢 我们准备了 一些贡品 准备了驯服的大象 要贡献给清朝皇帝 是吧 什么呢 我们 千公的盼望 天朝大皇帝陛下 能够屈尊 接受我们的贡品 并能亲切倾听 您的臣民们 对您的顺从 恭敬 和千公之情 夏王忠心的 祝愿大皇帝陛下 万岁万万岁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 就讲的说 东南亚地区的 一些国家的国王 是吧 那么他们 给清政府上的表文 非常的千功 我在这儿不是在论证 说清政府的这种 天朝大国思想是正确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要讲什么呢 我是要讲 正是由于这种 国际上这种影响 使得清政府才产生了 或者继续的 在坚持这种 天朝大国的思想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清政府 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是有它的这种 外在的国际因素的影响的 我是要讲这个问题 那么造成清政府 这种天朝大国思想 它的形成的 另外一个国际层面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的 来华的这些商人 传教士 包括西方国家的 一些使节 他们的一些行为 他们的一些思想 对清政府的这种影响 那么这个西方的 这种持民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他们商人使节 来中国 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 或者两个负面的影响 哪两个 那么第一个 那么最初来到中国的 西方国家的人员 是吧 不是西方国家的正式的 国家的代表 是什么呢 更早的是一些冒险家 是吧 商人 还有很多这种 殖民主义侵略者 那么这些商人来华 更大的一个目的是 为了追求商业上的利润 赚取钱财 那么当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把这些来华的外国人 包括他的商人 传教士 外国的一些使节 都当成是 什么呢 是借朝贡之名 行对中国贸易之实的 这些遗敌 跟中国历史上那些遗敌一样 那么借着通中国 说我是你的朝贡国 我要给你朝贡 借这机会 通中国做贸易 那么清政府就把西方的这些商人 和外国的使节 也看成是 借贸易之名 借朝贡之名 行贸易之实的 这些朝贡者 那么这些西方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吧 那么对于清政府 把他们说成是朝贡者 对于这个事情 没有给予这种反驳 舒适无睹 他就默认了 为什么 他希望不要惹怒清政府 能够维持他从中国 进行通商贸易这种情况 从中国获得利益 那么甚至一些外国的使臣 也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 那么叫自弃其国 自弃其国威 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国威 那么听任中国政府的地方官员 是吧 把这些使臣 说成是共使人 要求他们 你要来中国 那么就要向清朝皇帝三规九寇 甚至要向清朝皇帝的玉座画像 要三规九寇 那么这些外国商人 外国的使节 为了达到他们的一些经济利益 那么就默认了 这个清政府的这种要求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像康熙八年 那么这是1670年 那么葡萄牙的一个叫做 马纳萨尔达涅使团 那么来北京 那么在这个 葡萄牙使团 来北京这个路上 他所蹭的船上 有两个旗子 一个是葡萄牙的国家的国旗 那么另外一个旗子是黄旗 这个黄旗上是写着一些字 就表明 这个这些个人 是向清朝皇帝纳贡的一个共使 那么这个葡萄牙使团 那么就默认了 没有给予这个反抗 那么另外据这个外国人 马丁一个记载 说这个马大萨尔达涅 这个使团大到北京之后 所有中国各种仪式 无不遵行 就是中国要求他进行的各种仪式 跪外 他都遵行了 都按着去办了 其所称之船 亦为朝贡船 他所称的船 也被称的叫做朝贡的船 那么这一个 这个葡萄牙这个代表 那么就接受了默认了 那么后来 葡萄牙的另外一个使团 叫做麦德勒使团 从澳门到北京的途中 那么同样 他的这个船上也插着两个旗子 那么一个是葡萄牙的国旗 另外一个旗子 是绿色的旗子 上书 大西洋国王钦差朝贺大臣 说这是大西洋国家的钦差的 向中国皇帝朝贺的 这么一个大臣 那么这样的葡萄牙这个大臣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也是给予了个默认 给予了默认 那么另外 据有些史料记载 这个荷兰国家的使臣 那么到了中国之后 那么在给这个康熙皇帝 上的一个表文当中 就仿照着 藩属国对宗主国的这种文字 这种口气 写了一段话 叫什么呢 叫做外邦之 顽泥持土 乃中国非哀 义欲之少水滴村 元属天家滴路 叫什么 说我们这个荷兰国呀 那些小的那些领土 顽泥持土 就像中国的一个非的 一个小的尘土一样 尘埃一样 是吧 我们那些国家的那些水 是吧 很小 那就是天家的一个滴路 滴下来一个雨露 那么还是反映出 这个西方国家 这些迟迷主义国家 最初来华的时候 是吧 为了达到他们的商业上的利益 那么对清正福 表现出了一种 自甘卑贱的这么一种 口吻 或者一种心理 是吧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 清正福这种 天朝大国思想的形成 是吧 那么不仅仅是像 葡萄牙 是吧 什么荷兰 这些西方的 早期的这些小国 来华之后 这些小国家的 这些小国家的 本来买了